大家好,我是Kennyp 今次我不是跟大家說音樂,不是跟大家說sats phone 今次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電影 因為我心目中就是 音樂和電影兩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這個是我以前老師說的 因為當時我吹sats phone的時候 我問過老師一個問題 怎樣可以吹得有感情一點 所以說技巧 但是後來我聽老師說 為什麼你的感情會這麼多呢 老師知道我喜歡看電影 他就說了一句 其實這樣吧,你這麼喜歡看電影 你聽這句歌詞 或者這段音樂 你會拍攝到什麼畫面出來 我真的拍攝到畫面出來 之後我就越來越覺得 就是音樂和電影 在我自己 幫到我去玩 那首歌的感情 其實玩感情 當然是要有技巧的 那其中 其中 其中一樣 你怎樣去想一首歌 就是 我自己會拍攝到畫面出來 那之後 還有我自己 一直都很想做一個關於 講電影的 但雖然不是一個很細節的一個影評 我純粹是介紹一些 我自己喜歡 一些不太受歡迎的電影 這次我想介紹 就是上個星期四上演的 叫做無名思嘴咒 無名思嘴咒 這部電影 其實在 在 應該是今年 不是應該是 2017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 就有上的 上了 一場 因為每一次 每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 我都會馬上看 有一個叫做 我愛午夜場系列 那系列那些電影 我就很喜歡看 那這部電影呢 我一買的時候 可能我隔了一個小時後 才去買票 就已經滿足了 那它有加場的 那加場剛剛碰到我另外一部電影 那我沒有看 那我都 沒有想過會上正場 那 誰知道上個星期四上了正場 那我馬上去看 我勸大家 如果真的 我講完之後 大家有興趣呢 就快點去看 我猜今天星期三 星期四 哎 可能已經下了畫 看大家的做法 沒什麼場上演 沒什麼場上演 那 是啊 那這部電影講什麼呢 那其實 為什麼這部電影這麼吸引我呢 那 因為這部電影好像是86分鐘 86分鐘 那整部電影就 就 給了盡 主力 如果是主力 就只有兩個場景 一間房間 和一條走廊 沒有了 那之後呢 主力演員 那條屍體 不要計 兩個演員 那就砌到86分鐘 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 這些所謂的密室電影 你要砌86分鐘 那個故事 還要你覺得好看 所以 他講故事的 技巧是很好 我覺得 如果是這部電影 我會覺得是分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 告訴你 解剖 解剖 解剖是什麼的一回事 就是 一個人死了 是可以查出來的 怎樣去 去調查 譬如你吸入濃煙的時候 你會怎樣死 或者是 可能有一點點的線索 那他的解剖 過程裡面 是很細緻的 就是一個 Y字 切下去 再發開 裡面全部都是內臟 那如果你很怕 這一類型電影 那我勸你 就不要看了 因為真的 都很清楚 那如果是 類似這一套 這一類型電影 我就記得 我以前看過 有一個叫做 Pathology 那就是這套 這套很精彩 他這套 又是 講得很 很仔細 很仔細 又是講 一班醫學的 學生 就 他們 成立了一個Club 那就 他們 我覺得他那個故事 都幾 幾interesting 就是說 如果 我們人類 其實都是 就是 就是 人性本善 正本惡 就是 他最主要探討 就是說 如果假設有一天 你殺人是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的 你會不會去殺人呢 那 我覺得這個故事 是幾好 我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這樣 這套戲 他講 我講回 《無名思綴咎》 不想離開太遠 離開太遠 原來我也有些 猜到的 但是 他的解謎 那個不會太悶 我覺得 到了第三部分 就到了驚嚇 驚嚇 真的很驚嚇 我真的有點害怕 那 是 加上 音效 他的音效 都很令人不寒意慮的感覺 我極力推介這套戲 那 那個導演就是一個挪威的導演 原來 我看回他的 因為我每次看完這套戲 我就會看回 如果這套戲好看 不要看我也會看 我也會看回 這個導演之前拍過什麼戲 我有沒有看過 我看回這套戲 那個導演之前拍過 有一套叫做 《Traw Hunter》 是好像2010年上的 說一些 在挪威的 他整套戲都是挪威文 無名思緒就是講英文的 放心大家 說一些 Traw Hunter 就是說一些 類似大腳白的怪物 很龐然巨大 整棟五、六層樓高的怪物 他們躲在樹林那裡 整套戲就好像 死亡雜作 拿著 我們叫做偽紀錄片 拿著一個 那套戲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之精彩 又是非常之精彩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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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 怪雞 可以這樣說 都拍得漂亮 都拍得很好看 那些景 很多雪山 很多森林 這些很好看 那 再加上 我看完這套 再想回 《無名思緒咒》那套戲 最重要的是 有件事 我忘記說 就是 女主角 就是那條獅子 那條獅子 首先 一定是美女 還有三點進路 還有三點進路 那整件事 很好看 那你想想 如果那條獅子是一條喪屍 破壞到整身 燒到破壞了 你就 可觀性程度 就 低了很多 那 那個導演 為什麼會拍這套戲 我上網看 那他就說 其實 他 看回 這個好像 2013年有套 James Wren 即 Saw 那個導演 就拍了一套 《The Conjuring》 講鬼屋 其實他會發現 原來拍一套 鬼屋電影 只需要一個場景 幾個人 加點音效 那就拍到了 他就拍了這一套 《無名思綠》 我覺得 這套戲 如果大家想看 一些恐怖 經歷的電影 就 很值得入場看 我不知道 很值得看 現在 人們很喜歡上網看 我不知道上網有沒有 那 就先說到這麼多 那 希望 大家喜歡 我也說一些奇怪的電影的介紹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每個都 都沒有 每個都沒有 一件事 你沒有 每個都沒有 每個都沒有 眠 都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